好 啊 啊 大家好我是老郎 那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檢查他這邊填寫的名字 然後給這個入山證 然後寫你的車牌號碼 跟你的姓名 謝謝交給管理員 可以進去 OK 那在我後方這個呢 現在是這一段最難騎的地方 那可能就要有人幫我放你推車 他連檔車也要 要稍微推一下 那邊有一台掉下去的 里蘭二那邊 要騎過來 暗地 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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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就是六分锁 它起了大概,等一下 我们起了大概三个小时 然后过了一些崩壁,非常危险 然后我们现在到六分锁 等一下就要再往这个 这个海天市这边前进 再会到我们的下距 好,那我们刚才起了三小时半 抵达这个海天市招待所 很多房间可以做休息 没有 没有 那这个路上真的蛮危险的 那如果人家骑到来的话 可能要一些骑越车的骑身路的领导 一些经验的伙伴 刚刚就发生这个车传下去也有部分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全台最高的庙里有海天市 它的海拔是2374公尺 那里面有奉侍的妈祖跟地藏王菩萨 跟一些神像 好,那这个海天市呢 下来之后这边 下来之后 那边是往七彩湖 那我们往这边呢 就去这个卡射系的方向 那我们该跟上我们队友吧 Let's go 可以可以 现在这里 尺寸的通缩 在沉默下 走 看着 走 在沉默下 在沉默下 沉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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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满石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分數呢 騎摩托車大概三小時就會抵達這個 喔 孫海橋 喔 沒看到 當大洞吊橋 那現在呢 就要騎下面那個鐵板 那以前是有這個橋可以通過的 哇 看一下這個橋樽還在 那水蠻小的 因為那條比較湍急 喔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去主要介紹這個 從孫海橋騎塑膠車 怎麼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卡瑟西的狹窄點 它就在這個海天市這個岔路口 一個往七彩 一個是往這個 卡瑟西的單眼農場 那這樣距離大概是 四小時半會到這個狹窄點 那途中經過這個鐵馬灣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 可能還是要 可能還是要 多點的人幫忙推車 如果是騎塑膠車的話 那如果你真的不太會騎摩托車的話 我今天還是請這個汽車連的 那這個機車 那個機車連真的是 拿性命來工作 因為 我們那時候 那個預告就拍到這個人摔下去 所以 他們這樣騎車然後載東西又要載人 所以是非常危險的 那我覺得 如果你 如果你自己經驗不夠的話 可以 真的可以請他們來載你啊 我覺得好像是 一趟來回是一萬二左右這樣